名不虚传 顾某佩服 先生 何出此言呢 公子无须自谦 你能在片刻间识破我的计划 又能飞快地安排叶家军出动 看来是顾某小去了叶公子 先生在说些什么呀 我却为何不懂 但你因为一个女子几次坏我好时 让姑某不得不怀疑叶公子的合作诚意 我并非没有合作的诚意 只是未有我想要的 你指的是秦文田的命 正是 这个我好像答应过你 等圣君拿到他体内的新婚式之后 先生是答应过我 但是没有给我一个期限 而且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你需要什么时候 三日之内 三日之内 也就是说只要秦文天死 你就再不会因为莫秦城的缘故 而破坏我们的计划 不光如此 我叶家军可以随先生调遣 好 我答应你 先生别答应得太早 你也知道秦文天身上会有怪力 不好对付 我倒有一个办法 可以助先生一臂之力 说来听听 我叶家祖上传过一门秘阵 只要布好这阵 再加上先生的本事 秦文天不死都难 可是怎么引他入阵呢 武车早已替先生想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你就不用躲躲藏藏 就算异国发现了你 他们也不敢碰本太子身边的女人 可是 这一路上 你必须与我共乘一车 共处一室 表面上服侍我起居 不能让人有所怀疑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是心术不正之人 这一切 只是为了你能安安全全回到异国 以便打探你家人下落 我知道你为难 但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放心 有我的庇护 异国不敢轻举妄斗 我们一定能将你家人救出 太子殿下已经尽力相邦 千阳怎会怀疑太子殿下 还烦请太子殿下安排 这个叶无缺 幸好你和问天没事 这次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除了叶家在针对问天以外 还有安野族的人在虎视眈眈 他们的目标竟然是我 这次从神兵阁回来的路上 就碰到有人在冒充义无为 想趁机偷袭我 好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我会转告世尊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 安野族人有何目的 还有 问天家中遭此巨变 定然心思欲解 未来这些日子 你就在他身边多劝解他一下 问天现在一心想救秦将军他们 秦将军他们暂时性命无忧 让问天放心 另外 无限生死界一事 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冲动只会害了自己 救不了任何人 明白 清家的赫赫为名毁于一旦 着实令人可惜 但是 谋逆之罪 也是罪无可赦 谋逆 怎么可能啊 秦伯伯尽心尽力守卫天庸城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怎么可能谋逆啊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知道你不敢相信 但是赤险天墙被毁 龙湘未不知所踪 这些事情都是确凿之证 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秦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也不知道 秦家的事 真的像叶无缺所说的这样吗 师兄 白姑娘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师兄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 你在皇城多年 又一直是皇家学院的大师兄 我想问问你 了不了解 皇城叶家的叶无缺 叶公子与我曾经是朋友 不过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 据我所知 叶无缺虽然倚仗于全世 不过其实他本性不坏 如果你没有什么误会 你直接找他便是 如今你们叶白两家 结为殷亲 他也应该多多照顾于你 嗯 我直接找他便是 我当面找他问清楚 师兄说得对 那我先告辞了 白姑娘 皇城这么大 你去哪里找他 我 请稍等我片刻 他此刻就在城郊的林中 你先去吧 记得要小心 多谢师兄 我知道你最近心绪不佳 但眼下不是行动的好事迹 我当然知道 只是义父和爷爷身险淋雨 即便如此 你也不能带着伤病 去与他们相斗 好了 到了 回去休息吧 可是 现在必须回去休息睡觉 关于秦家的事情 我会和你一起讲办法 好吧 清承 谢谢你 谢谢你 再拖延下去 白小姐这张如花似玉的脸上 就会长满了鳞片 想要拿到这解药 也不是没有办法 白小姐 你可要抓紧了 本郡主知道了 快点回去休息吧 晴儿 温天哥哥回来了 进来吧 你出去这么久肯定累了吧 喝点茶休息一下吧 晴儿 我们秦家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吧 晴儿 晴儿知道 现在皇城内外 到处都是通缉秦家的告示 若想得知令尊的下落 立即独身前往九华门外树林 温天哥哥怎么了 这上面写的什么 没什么 晴儿 如果清城来找我 你就说我去密室闭关修炼了 温天哥哥 你这是要去哪儿 去见一个故人 故人 温天哥哥怎么没事呢 如何 二少爷去请雪狼先生了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此事一定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大公子 属下不明 少爷为何要冒如此风险呢 很快你就知道了 快去吧 按计划进行 是 这牵引阵法就由我来操控吧 我走 不 怕 剑呢 剑呢 剑怎么不剑了 这阵法就是为了杀你准备的 顾先生 既然你不敢放弃 那你就别怪我了 血脑先生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顾先生摄阵对付墨青城 不知为何 秦汶天也去了 顾先生怕出什么意外 让您赶过去呢 什么时候的事 刚来的消息 您快去吧 秋雪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我送你回去 我都看见了 刚刚那个人是谁 你为什么要杀他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无关紧要的人 除马师兄跟我说 他说你本性并不坏的 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误会了你 我才想过来跟你说清楚 秋雪 此地不宜久留 我回去跟你说 走 秋雪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有些事情你知道了也要装作不知道 否则会给你们百家带来无尽的麻烦 你是 你是在说摄政王吗 是 谁 是他 请问天 是你杀了他 我 咒死吧 九华门 我就不信你不出来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 但是秋雪 你要相信我 我是不会骗你的 我先送你回白府吧 叶师兄 我们还是走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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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乖 我带你去吧 你还恶意 你乖 你来 我老大 我来 你来 温天 卿城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的吗 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我 怎么了 今天遇到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收到一封书信 说是找到了我父亲和爷爷的下落 于是我便赶了过去 没想到还没有赶到 便遇到了那天 追杀我们的那伙人的同伙 还好我跑了出来 这黄川之中又有谁 想异心置你于死地呢 是义务圈 按理说只会是他 但是也不排除这是义衡的决定 你现在是九华门的子弟 就算是普通人想要抓你去讨好他们 也不敢随便冒这个风险 如此一来 还有嫌疑和动机的人 也就屈指可数了 清者 请你这么一分析 我全明白了 谢谢你 现在外面不太平 你不能随便出去 知不知道 走吧 回去 把你刚才发生的事情 跟我说清楚 不要 雪狼 雪狼 你怎么了 坐 坐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古老死了 谁干的 秦 秦 秦温天 秦温天 我与你势不量力 给我观察秦温天的一举一动 秦温天 秦温天 世兄这么晚了还不睡 难道是在等人 你不也没睡吗 整个皇城之中 只有师兄的追踪秘书 可以找到人 但是无缺就是想不明白 你表面说得好听 不问世事 实则还是忘不了外面的世界 你想和白家拉拢关系 直接和我说就是了 我和白秋雪 这是朋友 并非你想的那样 师兄 以你我的交情 还至于这么隐瞒吗 实不相闻 秦家现在已经在我爹的安排之下 一败涂地 按照局势来看 只有我秦家的事情 真的是你所为 没错 叶无缺 我本以为你只不过是对于权力 过于执念 没想到 你竟未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秦家世代驻守边城 毫无怨言 与你们叶家也毫无救援 你却因一己私利 对他们赶尽杀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铲除一己天经地义 有何不可 你不也是在拉拢白家吗 我说过 我跟白姑娘只是朋友关系 叶无缺 以前就当我看错你了 我楚蒙 没有这种不仁不义的朋友 以后我这里 你还是不要来了 楚蒙 我都是为你好 你不要惹火上身 竟就不吃吃罚酒 谢过叶公子操心 我无福消受 告辞 上次破结界的事情 你做得不错 不过 你还是没有学会 如何将星魂之力 和阵法相结合 那我上次为什么会成功啊 上次你使用的阵法 本就不完全是武道阵的法术 你只是误打误撞 靠运气而已 哦 怎么了 我 我以为 自从上次那件事之后 我可以帮助到大家 但是没想到 上次无限生死境 我不仅没能帮到大家 反而拖累大家 几次陷入险境 每个人 都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就像当年 我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师妹 被暗夜族的人所杀 范乐 嗯 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弃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需要你保护 我没有放弃 我只是觉得自己 天赋有限 怕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你自有你的天赋所在 不要妄自非薄 你按照武道阵的基础 慢慢练习 即使碰到平静期的时候 也不要着急 静心修行 必有所成 是 师父 老爷万事放心 这次秦家可是彻底结束了 这一夜之间被叶家军给灭掉一半 是是是 上下几百口人呐 相信过不了多久 这秦川秦昊也会被处置了 嗯 这个功劳啊 还完全得益于我的那个贤侄啊 叶无缺 要不然 他们家还在耀武扬威 张牙舞爪呢 是是是 叶无缺 是是是 你竟敢骗我 大哥果然料事如人 一切都按照大哥的计划在进行着 二公子说得对啊 大公子果然是智勇双拳的 孤郎太过狡猾 和暗夜族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疲 但是只要我们除掉这个猛虎的双眼 那么猛虎也只能乖乖坐马了 没错 要论季某 那个什么顾先生 绝对比不上大哥 是啊 那个顾先生还鬼迷心窍地 想谋害大公子的心上人 简直就是饶死 我真不明白 秦家从未得罪你 你为何要赶尽杀绝 整个秦家数百口人 你都要毫不留情地全部斩杀 叶无权 你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叶家大少爷吗 秋学 这些都是摄政王的意思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你明白的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对秦家如此狠心 你难道没有一点是因为墨倾城吗 难道不是因为墨倾城那个贱人喜欢秦万天岁 白秋学 安国郡主请注意你的立场 别忘了 当初是你当众毁昏秦家 只是秦家在天庸城 抬不起头来 秋学 你要明白 现在 你不只是白秋学 你身上肩负的 可是整个白家呀 你不用说了 我全明白了 温天 我们始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温天 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们 你 我 莫 师父 问天来了 晚辈拜见前辈 秦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万事皆有定数 你不必过于自责 凡事应该往前看 前面还有很多困难的事 在等着你 以后万事也要小心 万辈谨记 此剑你留着 关键时候或许可以保你一命 万辈多谢前辈 师父 那我带问天回去了 嗯 万辈告辞 希望他不会辜负我们对他的期望 晚辈告辞职 小金简直交 小金简直交 有些人 佐伯 小金简直交 马上 小金简直交 那我 本人 希望你知道 我的 Covid 不会有最好 的 秦姑娘 看你路上一直郁郁寡欢 是不是 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还请太子殿下恕罪 秦瑶并非有意扫兴 只是 心中还有计划 秦姑娘放心 你还有 有我 多谢太子殿下 一直去御车内 为时繁卖 秦姑娘 我陪你下去走走吧 停车 停 快 停 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此稍作休息 是 秦姑娘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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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姑娘 请